加沙冲突爆发近五个月以来 安理会要求停火的行动 被美国第四次强行阻挠 中方对此深表示 安理会的表决结果清楚表明 在加沙停火问题上 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意见一致 而美国却独家滥用否决权 扼杀了安理会的共识 这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 立即在加沙实现停火 是拯救无辜平民的需要 是开展人道救援的前提 是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扩散的关键 摘月即将到来 国际社会必须以最强的紧迫感 和最大的政治决心 推动立即停火 结束冲突 为加沙民众保留生存下去的希望 我们敦促以色列 立即改弦更张 取消对拉法的进攻计划 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进攻 停止对巴勒斯坦民众的强迫迁移 和集体惩罚 我们呼吁有关国家 顶弃地缘战略考量和国内政治盘算 真正秉持公正负负责任的态度 为推动加沙停火 做出正确选择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我们敦促以色列作为占领方 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 保障充足人道物资 安全快速畅通进入 并采取切实措施 保障人道机构和人员的安全 为他们开展救援 提供必要的便利 安理会通过的第2712号 2720号决议 必须得到全面落实